The CITIC Foundation Inc. held a celebration of its 1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and the professional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Philippines for school year 2023-2024 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举行庆祝成立十周年 继2023-2024年度中信菲律宾华校华语教师专业奖颁奖奖仪式 2023年11月30日中午 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与菲律宾华教中心共同主办的 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继2023-2024年度菲律宾华教华语教师专业奖颁奖仰仪式 在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 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蔡建立许家珍亢力 华教中心主席黄端明 华社各团体及国内外企业领导 有关华教领导及获奖教师出席盛会 菲律宾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蔡建立 首先致辞 她表达了对获奖教师的敬意 并高度赞扬 华教中心多年来对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巨大贡献 她对菲律宾华文教育者的坚持和奋斗 表示深深的感谢 认为这是推动华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 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黄端明 在致辞中感谢中信慈善基金会 以及蔡建立许家珍亢力 对菲律宾华教事业的持续支持 与慷慨捐助 并强调了他们对菲律宾教育的卓越贡献 她同时呼吁华教工作者要继续努力 共同创造华教事业的光赢未来 在颁奖环节中 蔡建立许家珍抗力黄端明主席 以及华教中心副主席杨美美 红美玲 蔡艺树 蔡丽莎等名导和嘉宾 先获为获得教育学士专业奖 教育硕士专业奖 教育博士专业奖的华教工作者 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金 嘉南中学校长陈慧玲代表获奖教师 发表感言 感谢中信慈善基金会 对华语教育的不懈支持 她强调 教育者应具备高水平的教育理论 和实践知识 以及培养学生更高层次的能力 并呼吁教育同仁 携手共创美好海外华文教育的明天 蔡建立许家珍抗力 华教中心领导 全体获奖教师 与会嘉宾还上台为菲律宾 中信慈善基金会庆祝 十周年切蛋糕 随后 蔡建立许家珍抗力 向华教中心领导 移交了2024至2025年度 中信华教学生助学经 即中信华语教师专业奖的奖金 200万笔锁 与会众多热心人士 被蔡建立许家珍抗力 捐资奖 叫助学的精神感动 纷纷慷慨解囊 积极效华教中心捐款 颁奖仪式由菲律宾小太阳 双女艺术幼稚园 园长石秀担任主持 最后 华校师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充分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非文化风采 可以 能把荧肯忍们拆去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